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又到了炎热的季节 很多东西都需要散热 人要开冷气来散热 相同的汽车也是要散热 尤其是汽车引擎在这种热天非常容易高温 那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加个风扇 那其实风扇有很多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种有限的空间如何提升它的一个散热效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显示卡的话这是相当热的 所以它配有很大的一个散热风扇 那CPU的话 这早期的这个就比较小 后来的也变得很大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体积不大 但是风却很暴力 它称作暴力扇 那这暴力扇的话 它是直流10奥伏特 消耗的电流是1.82安培 那我们来看它到底有多暴力 那试试看便知道 我这边有个打火机 所以这个打火机的重量啊 这种风扇都绝对推不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启动 目前是6伏特 你看6伏特的电压 就足以将这个打火机吹动了 那如果我们再提的更高呢 就开始滚动了 而且现在集合到7.6哦 它的额定的电压是到12伏特哦 我们把它提高到 接近它的额定电压 11伏特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很可怕吧 所以它 在很小的体积里面 有非常大的散热能力 这更不用说了 那各位 这个可以将它 装在摩托车啊 或是汽车里面 来做散热 不过要小心 就是说这个转速很高啊 也非常的危险 那希望各位呢 可以运用的上 那今天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希望各位呢 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